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 希伯来书六章第一节 作者说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愿神天天用恩惠的道建立我们 叫我们和一切成重的人同德基业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告别圣殿 我们思想 告别圣殿 这个题目 所要读的经文在 新约圣经 马太福音 23章37节到24章的14节 马太福音 23章37节到24章的14节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耶稣这名甜美芬芳 耶稣这名甜美芬芳 为我痛苦心灵 我心欢乐 我口歌唱 这个宝贵的名 每在妙再深的孩子 每在妙再次做宝贵救助 为我强盛 为我受死 流血将我救赎 耶稣乃是生命 明亮光乃是真理道路 尽在我心做主 做王将 我应到安抚 每在妙再深的孩子 做宝贵救助 为我降生 为我受死 流血将我救赎 我再容在耶稣 我主有时 我的荣耀 荣耀之名 乃是耶稣 我要永远成道 每在妙再深的爱自作 我宝贵救助 为我降生 为我受死 流血将我救赎 耶稣 耶稣这明天 没芬芳 为我痛苦心灵 我心欢乐 我口歌唱 这个宝贵的名 每在妙再深的爱自作 我宝贵救助 为我降生 为我受死 流血将我救赎 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第23章37节 到第24章14节 耶路撒冷啊 耶路撒冷啊 你常杀害先知 又用石头打死 那缝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 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 好像母鸡 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 只是你们不愿意 看啊 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 我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 你们不得再见我 只等到你们说 奉主明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耶稣出了圣殿 正走的时候 门徒进前来 把殿雨指给他看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不是看见这殿雨吗 我实在告诉你们 将来在这里 没有一块石头 留在石头上 不被拆毁了 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 门徒暗暗地来说 请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有这些事 你降临和世界的幕了 有什么预兆呢 耶稣回答说 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 冒我的名来说 我是基督 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你们也要听见 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总不要惊慌 因为这些事 是必须有的 只是末期还没有到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饥荒地震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那时 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 也要杀害你们 你们又要为我的名 被万民恨恶 那时 必有许多人跌倒 也要彼此陷害 彼此恨恶 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 迷惑多人 只因不法的事增多 许多人的爱心 才渐渐冷淡了 我有忍耐到底的 必然得救 这天国的福音 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做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四节 我们把焦点放在马太福音 二十四章的第二节 马太福音 二十四章第二节 新闻说道 耶税对他们说 你们不是看见这殿雨吗 我是在告诉你们 将来在这里 每一块石头 留在石头上 不被拆毁了 马太福音 二十四章第二节 继续 请听苏纳中朗读 今天的灵修短文 告别圣殿 耶稣和门徒走出圣殿 门徒指着圣殿宏伟的建筑 说 夫子 这圣殿的建筑 多么了不起啊 也许耶稣没有即刻回答 他选择的地方 是橄榄山 刚好从那里可以看到圣殿 此情此景 是多么有利 耶稣说 你们刚才不是问我 关于圣殿的事吗 这圣殿是很了不起 是神的家 建筑也十分讲究 不过 我可以告诉你们 这地方的石头 都要被拆下来 每一块石头 会留在另外一块的上面 我们能够想象 当门徒听见这话 是多么的惊讶 他们不禁害怕起来 因为这已经是 第二个圣殿了 第一个圣殿 是所罗门建的 在他全盛时期 有买来的 有进贡来的高级建材 但在主后 586年 巴比伦人进贡 耶路撒冷 圣殿就被毁了 以后在贝鲁归回时 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 索罗巴伯 又写了建殿的念头 并且总算建成了 这已经是第二个圣殿 尤西律王在主前 19年开始扩大建造 难道 还要再遭受一次浩劫吗 耶稣预言 圣殿不久 将要被拆毁 门徒问了很多问题 诸如 什么时候会发生 耶稣提到 当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 也就是 世界末日临到的时候 有人说 既然神的计划如此 那么 我们不必去传福音 免得 末日来到 但耶稣的话是积极的 要我们快快去传 免得历史结局来临之前 还有人没有听到福音 远离罪恶 积极行善 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 最好的方法就是 常常亲近主 天天阅读神的话语 诗篇十六篇第八节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边 我便不置摇动 旷野玛纳节目 有上帝的话语 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 今天我们思想 告别圣殿 这个题目 以色列人盼望弥赛亚来 可惜 他们不是从神永恒的计划 来认识基督 不明白基督第一次来 不是先带来审判 乃至先来承担 我们当受的审判 他们不明白 以色列国 只是天国的影子 是神的国在旧约的预表 他们称自己是 亚伯拉罕的子孙 但保罗说 外面做犹太人的 不是真犹太人 外面肉身的割礼 也不是真割礼 唯有里面做的 才是真犹太人 真割礼 也是心理的 在乎灵 不在乎疑文 这人的称赞 不是从人来的 乃是从神来的 可以参看罗马书 第二章28到29节 他们过去怎样杀害 那劝他们 归向神的众先知 现在 神的儿子 来到他们中间 他们也要照样杀害 马太福音23章 37到39节 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叹 说 耶路撒冷啊 耶路撒冷啊 你常杀害先知 又用石头打死 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 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 好像母鸡 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 只是你们不愿意 看啊 你们家 成为荒场 留给你们 我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 你们不得再见我 知道你们说 奉主民来的 是应当称颂的 路加福音19章 41到44节记载 耶稣快到耶路撒冷 看见城 就为他哀哭 说 巴不得 你在这日子 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 无奈这事 现在是隐藏的 将你的眼看不出来 因为日子将到 你的仇敌 必逐起土壘 周围环绕你 四面困住你 并要扫灭你 和你里头的儿女 连一块石头 也不留在石头上 因你不知道 眷顾你的时候 耶稣一面警告 一面为他流泪 他心里疼爱 和牵挂着雅各家 但是 他们却背逆神 将神的律法 丢在背后 耶稣巴不得 他们知道自己的处境 知道关系 他们平安的事 耶稣多次愿意 聚集他们 好像母鸡 把小鸡 聚在翅膀底下 只是他们不愿意 他们不肯到 他这里来得生命 当母鸡看到 空中有老鹰在盘旋 发出凄厉的尖叫声 召唤小鸡 拼命地 要保护小鸡 但小鸡不愿意 让母鸡保护 不肯躲在 他的翅膀底下 结果 修身灭亡 旧约先知 耶稣也曾呼吁 以色列民悔改 转回他们 没有背道之前 曾经走过的 古道善道 免得他们成了 被丢弃的银渣 因为并不是 神不爱他们 以色列民悔改 六十三章第九节 先知 以色列民悔改 他们在一起苦难中 他也同受苦难 并且 他面前的使者 拯救他们 他以慈爱和怜悯 救赎他们 在古时的日子 常保抱他们 怀揣他们 当耶稣到了 该撒利亚 菲利比的境内 就问门徒说 人说我人子是谁 他们说 有人说是摄习约翰 有人说是伊利亚 又有人说 是耶利米 或者先知里的一位 耶稣 有先知伊利亚的能力 有先知耶利米的恳切 有摄习的约翰 他的公义 但他不是 众先知里的一位 他比先知大得多 他是众先知的先知 他愿意我们知道 关系我们平安的事 明白神眷顾我们的时候 只要我们不像 当时的那些犹太人 斯蒂凡说 他们时常抗拒圣灵 《十度行传》七章 四十八节到四十九节 斯蒂凡又说 其实 至高者 并不住人手所造的 就如先知所言 主说 天是我的座位 地是我的脚凳 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雨 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 这一切不都是 我手所造的吗 一切都是神手所造的 他说有就有 命力就力 但神所看顾的 却是虚心痛悔 因他的话而战惊的人 不要以为 圣殿在这里 我们就有恃无恐 斯蒂凡 斯蒂凡 以靠圣灵的能力 纵观 以色列人的历史 全面分析 加以阐述 说明耶稣 就是以色列人 所盼望的那义者基督 最后斯蒂凡 向犹太公会的领袖们说 他们的祖宗 把预先传说 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 而他们 又把那义者 就是耶稣基督 卖了杀了 说他们 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 竟不遵守 结果斯蒂凡 为了见证耶稣的旧恩 成了新约教会 第一位殉道者 为什么犹太人 非要置斯蒂凡于死地呢 为什么非要用石头 把他打死呢 因为 他们感到最可夸的 圣殿跟律法 都被斯蒂凡否定了 斯蒂凡要把犹太人 从摩西的律法 转到 律法的总结 基督 他从亚伯拉罕开始讲起 小犹太人看见亚伯拉罕 超越律法的信心 跟神之间的美好关系 他们说 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但耶稣说 我知道 你们却想要杀我 因为你们心里 容不下我的道 又说 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 约翰福音八章四十节 耶稣说 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 告诉了你们 现在 你们却想要杀我 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 他们说 我们这一位父 就是神 耶稣说 倘若神是你们的父 你们就必爱我 因为我本是出于神 也是从神而来 并不是由着自己来 乃是他拆我来 又指出 他们不能听他的道 是因为要偏行自己的私欲 求自己的荣耀 所以 他将真理告诉他们 他们就因此不信他 耶稣说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 不是出于神 他们有宗教 但是并没有对神真正的爱 也不明白 神因为爱他们 所以拆他的爱子来 耶稣在他们中间传到三年多 他们有如空有之夜不结果 受咒诅的五花果树 人是看外貌 神看人的内心 神所注重的 不但是行动 而是行动背后的心态 耶稣则被法利塞人 假冒为善 因为他们所做的 不是为了荣耀神 而是要荣耀自己 约翰福音第九章 我们看见 耶稣一好了 生来瞎眼的人 这些宗教领袖 不信耶稣 是从神来的 而说他是个罪人 他们睁眼说瞎话 以后耶稣行了大神机 叫死了四天的拉撒路 从死里复活 那些来看 玛利亚的犹太人 看见耶稣所做的事 就多有信他的 但其中 也有去见法利塞人的 将耶稣所做的事 告诉他们 祭司长和法利塞人 聚集公会 不是归容要给神 他们怎么说 他们说 这人行好些神机 我们怎么办呢 他们的焦点不是神 而是我们 我们的地位受威胁了 我们的利益受亏损了 我们怎么办呢 结果从那日起 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 他们心里容不下真理 不错 圣殿在耶路撒冷 但路加福音十三章 三十三节 耶稣讲了一句话 先知 在耶路撒冷之外 丧命是不能的 这里是敬拜神的地方 怎么又会是 杀害先知的地方呢 因为他们 并不看重 跟神的关系 并不是真心敬拜他 相反的 他们把圣殿 当作了贼窝 这样的宗教形式 还要继续吗 双兰周第三天 耶稣出了圣殿 从此就拨在近 地上的圣殿 而且预先告诉蛮徒 你们看见这大殿雨吗 想来这里没有一块石头 留在石头上 不被拆毁了 请留意 会墓是人的旨意 圣殿不是 是人起义 要为神建的 主耶稣受难前 圣殿的工程 还在继续 主后六十四年 整个圣殿工程完工了 但只用了六年 主后七十年 罗马将军提多 误了米平 犹太人的叛变 焚烧圣殿 把圣殿彻底拆毁 圣殿被毁了以后呢 圣殿里的每天献祭 就被迫停止 因为这殿 只是作为预表 并非神永恒的旨意 不是神安息的地方 神安息的地方 并非人手所造的殿 而是有圣约 在心中的圣徒 哥里罗前书三章十七节 保罗说 这殿就是你们 当我们与主联合的时候 我们就是神的殿 西律所建的圣殿 至圣所里是没有约柜的 解经王子摩根 在他的解经书里提到 当罗马将军庞贝 率军攻陷耶路撒冷 截略圣殿时 曾进入至圣所 他寻生那儿空无一物 提多门的浮雕上头 有金灯台 跟两只银号的浮雕 唯独没有约柜 耶稣告别了地上的圣殿 在天上永存 完美的圣所做执事 继续建立圣徒生命 跟灵性的侍奉 所以我们要期待的是 天上的耶路撒冷 希伯来书上二章二十二节 作者说 你们乃是来到西安山 永生神的成义 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那里有千万的天使 将来民路在天上 都是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 谁成全我们 基督 一些受造之物 一同贪行劳苦 直到如今 他们切望等候 神的众子显出来 我们岂能担言 不去传福音 我们是与神同工的 世人说 耶路撒冷被建造 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 那些蒙恩得救 预定得永生的人 听人对他说 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 就欢喜 神说 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愿我们同说阿们 耶路撒冷啊 爱你的人 必然兴旺 我们再来听首诗歌 圣城 作曲 李宗盛 昨夜我在睡梦中 做了一个美梦 我站在旧夜路撒冷 在神殿的旁边 我听见海童唤唱 歌声四处洋溢 仿佛天使的歌声 自天悠扬相应 仿佛天使的歌声 仿佛天使的歌声 自天悠扬相应 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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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臣们齐欢唱 和撒那在之高处 和撒那归君王 和撒那归君王 最后忽然梦境转变 街道寂静无声 不再听见海童声 唤唱着和撒那 太阳忽然梦境转变 太阳忽然淡光 清晨寒冷无霜 只有十字架 尽有十字架 尹阴尹闲闲闲 古里寂寞山上 只有十字架 尹阴尹闲闲 古里寂寞山上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听天君高声称 和撒那在之高处 和撒那归君王 请我们去祷告 主啊 在寿南州的第三天 你告别了圣殿 并且预告了它的结局 因你要我们定睛在天上 那将要从神那里降下来的 圣城新耶路撒冷 你说得圣的 你要叫他在神殿中做柱子 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 使得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都应当听 抓昔日 你怎样洁净地上的圣殿 今日 你也用水借的道 将教会洗净 说我们可以献给你做个荣耀的教会 虽然有形的教会有诸多软弱 再依然要靠着你的恩典 竭力把天上那完美的 无形的教会表彰出来 而且不是虚荣 但是对你全然顺服 征战得胜 你借我们彰显你真理的荣光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尔苏那中下次节目时间 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他使我贪我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西水旁 他是我的零苏星 引导我走一路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虽然行过思应有故 我也不怕走行 因为你与我同在同行 你长得安慰我 在我的人的面前 在我的人的面前 为我摆设演习 虽然行过思应有故 虽然行过思应有故 我摆设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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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摆设演习